你按摩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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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雨傘輕蓬無敵 沒想到整片水泥牆竟然全部塌下來 讓住戶嚇得在家還得戴安全帽自保 過去像這樣在大龍國宅天天上演的驚險畫面 從今年7月15號以後 就再也看不見了 規劃多年的大龍國宅海沙烏改建案 目前所有住戶在市府的協調安排下 已經全數簽出 公務局將以竹城拆除的方式 從15號開始施工 預計在2019年原地重建一棟國宅與市場混合的新大樓 我們要追蹤 這大龍國宅 我們就給我們專案負責的 至於周邊住戶相當關注的拆除方式 公務局將以由上而下逐城拆除 將空氣跟照應汙染降到最低 也期望居民能多多體諒 確保工程順利進行 讓暫時遷移的住戶 能依照事成回到國宅定居 凱布大台北數位新聞 郭正銘採訪報導